請站一個去 還要站開開喔 女士和女士 2019年 誰不想結婚 對 女士 有三位 OK 不 最不想娶的女藝人 由一百位男藝人所投出來的 我跟妳說這個人 一定是在男藝人裡面 人緣最好的 人緣最好的 第一名就是我們的 張可宇小姐 The winner goes to 張可宇 我可說第一名了 我看到第三名了耶 你們真的不能 因為我們跟你們熟耶 對 真的是因為你們看他們熟 不是啊 而且他們這些人 誰參加 不是 重點是 因為你們找了這些人 我們也不是 你們都不找一些像樣的人 你們會找一些偶像呢 到底是在乎立場怎麼看 張立場怎麼看 中部學怎麼看 是不是會怎麼看 不是 我覺得這男藝人 他在做效果 應該給人家投票 對啊 我們跟男藝人太熟了 因為他們看名單 這幾個可以開玩笑 對 對 你看我怎麼那麼走心 對 他們怎麼敢開包姐的玩笑呢 對啊 那Apple他們也不敢開啊 拜託 你不要開 對啊 隔天那個樂圖就算了 你們現在是覺得這個排行榜 不準就對了 應該是選他們就對了 我沒有這樣子講 就是這些人 就是 妳好嗎 冷靜 可以 我們就扛這個罪 因為我最老嘛 就是我 他們都不想取 沒有 不會 我在想我本來第一名了 好啦 我第一名了 不可能 我們一起來聽聽這些缺德鬼的說法 對啊 長嘴啦 小甜甜 小甜甜吧 這個名單喵眼喔 馬上就有答案 不是別人 一定就是小甜甜 陳玉琳她自己說不娶也要娶我的 甜甜這個毛病算多的那一種 我講的毛病是說 個性上的毛病 尊重最大的毛病是什麼 我今天切到哪裡 都拿去 她每次都嫌人家 她誰長得不帥啦 誰長得什麼狠土啦 她這麼愛嫌棄人家外型的人 這麼外貌協會的人 那如果結婚當夜對不對 脫掉衣服 她從晚上笑到天亮 這樣子 所以小甜甜呢 千萬不行 非死即傷 她真的就是 然後當然她現在就是 慢慢的開始就是 開始會用一些名牌啦 把神情塑造得很好 但其實說實話還是滿壯的 而且主要是她看到我 她話真的就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其他人也一樣 但她看到我話就特別多 她朋友太多 有時候怕連找她的時間 可能都沒有 小鐘 阿美阿美啦 她可能隨時 隨地會帶一大群朋友來家裡做客 這個時候累的是誰 累了還不是另外一半 小甜甜有兩個甜 但我覺得一點都不甜 她太吵了 我最怕就是 她如果在我們家 我跟妳講 她會一直念 一直念 然後妳講一句 她底撞妳三句 然後把妳當成那個小孩在念 然後我覺得 連我的媽媽 我的寵物 她都會被罵到那個 守住無措 所以小甜甜是 OK 怎麼最後來了一個這個 對啊 張立東講 算是很不合理吧 對 是不是憲哥 憲哥今天跟你講的 已退為盡 派上用唱 有沒有 對 有沒有看到 妳只能往後退 人家海棒有足臭師傅嗎 嗯 嗯 沒有啊 我再差 總有人會喜歡我 一定有 你又不差 妳一定要懂得退 為什麼這樣 1 2 3 退 對 我覺得今天最難過的應該是小優吧 她之前是 差一票而已 差一票 不是 她去 她四年前她是第二名 她之前是第八名 現在到第二名 我只能說這四年 我跟這些男藝人 我不會在那邊 沒有 歲月會有進展 沒辦法 太熟了 她們 妳是屬於她們 對啦 對啦 可是我要幫甜甜講話 甜甜私底下沒有這麼誇張 對啊 大家都誇張 我們都沒有這個 阿姐剛剛講的 搞不好 也是一個選擇 不過那些男藝人嘴巴好毒喔 我覺得小甜甜很好 對不對 因為她們是熟啦 不過妳們兩個很奇怪 互相取暖 等一下 她們兩個很奇怪 上一次李妍錦第一名嘛 嫁不出去 她也是說 然後這一次妳第一名說 對 妳們怎樣 我年齡大 怎樣 對啊 妳們講這個什麼對不對 我條件差嗎 沒有 條件好 條件好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 真的要祝福每一位 好好加油 對婚姻的看法 對未來的看法 心裡面有一點改變 對不對 腦海裡面是不是充滿了譏諷風 對 對 我去好好思考一下 這對妳們將來都有好處的 好不好 恭喜我們的 佳玟有一個美安的幸福 激諷風喔 好 又來請 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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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